大家好,我是牛厨应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酒店年夜饭里面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 它鱼嘴上翘,仰望星空,大气磅礴 而且特别适合开车的私承人员 吃的时候可以不用翻动鱼身 首先我们在鱼塞的位置给它来上一刀 把鱼血给放干净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先切一些姜丝 然后把葱白和葱叶把它们分开 把葱叶竖起来轻轻地抖动一下 把那些短小的葱叶抖出来不要 然后把葱叶捏扁 再把葱叶像我这样把它弯折起来 注意这里一定要抓紧 手抓得越紧 等一会儿切葱丝就切得越细 然后把这些葱尾都切掉暂时不要 第一刀我们也切掉不要 按照这种方法切的葱丝就不会粗细不匀 再准备一个大红辣椒 把籽去掉不要 然后把辣椒片成薄片 片的时候要像我这样把菜板先拉到台面的边缘 这样握菜刀的手才有活动的空间 我们再来切葱白 葱白不要切断 然后翻转一面开始切丝 把葱丝在水里稍微浸泡一下 就会出现这种卷曲的效果 然后挤干水分和姜丝放在一起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小米辣 去头去尾只要中间的那一部分 再用一只筷子把中间的辣椒籽捅掉不要 再准备一根葱白 在葱白的下三分之一处打上花刀 切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另一头没切花刀的穿过辣椒的中心孔 这个是用来含在鲁鱼的嘴中的 象征在新的一年里起爆平传 两头切好以后就是这个样 所有的辅料准备好以后 我们开始处理鲁鱼 打鱼鳞最主要有两个位置需要大家注意 一个是鱼男一个位置是鱼头 鲁鱼开度呢我们酒店通常会在这个位置开刀 而不是在正中间这条线上开 这样可以很好的隐藏刀口 下面我们先开始挖去鱼的内脏不要 再用刀尖的部分把鱼鳝割掉不要 千万不要用手塞到鱼鳝里面拔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鱼腹的这个位置原来有一层膜 我现在已经把它捅破了 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有非常多的鱼骨血 再用生粉清洗鱼皮身上的粘液 鱼的腥味主要来源于鱼皮身上的粘液以及鱼血 鱼鳞呢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一个位置 其实里面藏着非常多的粘液 利用干生粉可以有效的吸附粘液 以及鱼血 加入清水漂洗两遍 直至水清澈为止 然后我们开始调制一碗酒店级别的 蒸鱼齿油 香菜 胡萝卜 洋葱 姜片 虾皮 葱段 水发香菇 冰糖 甘草 螺汉果 甘草和螺汉果没有的可以不加 炒锅加250克水 加入所有的香料煮15分钟 15分钟后加入150克生抽 最后隔去料渣就获得了一碗酒店级别的蒸鱼齿油 有效保质期可以达到一个月 用于蒸鱼 白酌 包仔饭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们开始给鲈鱼打花刀 它一共分为两面 一面鱼难多一些 另一面呢鱼难要少一些 我们从鱼难较少的这一面 开始片鱼肉 鱼身上最好先用干毛巾擦干 这样就不容易打滑 不容易切到手 在切的时候 最好能在这个位置把鱼脊骨切断 从这里切断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盘中进行造型的时候 由于有脊骨的支撑 它就不容易断 下面我们再来处理鱼尾 我们贴着脊骨来上一刀 再用刀尖将脊骨轻轻 在沿着脊骨的下侧将脊骨和鱼肉分离 最后我们得到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开始上盘 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鱼头会偏向我的左手侧 我们预留出来的脊骨 这个时候起到了很有力的支撑作用 然后在鱼身上撒上姜片 注意鱼口这个位置一定要夹上一块姜片 这样呢有利于鱼口始终保持一个张开的造型 蒸锅上汽以后将鱼放进去蒸6-8分钟 整个过程呢我们要求水多 气足火大 时间到了以后我们用筷子夹掉姜和葱 再倒掉盘中的汁水 在鱼身上夹上姜葱丝 鱼嘴部放入事先做好的红椒圈 最后浇上滚烫的花生油 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蒸鱼齿油呢千万不要浇在鱼身上了 这样蒸出来的鱼呢 在口感上才会有层次感 整个过程不需要加盐 不需要加料酒 因为它们会让鱼肉蛋白发生收缩 这样鱼肉就不再滑嫩 关于酒店清蒸鱼全部的奥秘 我都已经全盘托出了 您是不是能为我点个赞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